书画作为新动向专家有何提示 因为不太值钱 大家不当个事 名贵木材教法多 他们到底是什么 他的学名叫奥式黄坛 而未奥黄坛呢 是产自南美 杯帖收藏钱景好 三国名帖价值几何 一锤定音与年相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各位准时光临 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 一锤定音 我是主持人主义 首先欢迎今天 坐成现场的三位专家老师 欢迎关毅先生 欢迎金运昌先生 欢迎杨静荣先生 为大家特别介绍 为本场提供奖品的艺术家 今天我们请来的是 上海高级工艺美术师 玉雕传承人 郑生帅先生 你好 郑生帅 上海市工艺美术大师 非物质文化遗产 海派玉雕 琥珀雕刻代表性传承人 郑生帅大师的 琥珀雕刻艺术风格 具有鲜明的文人雕刻风格 他把橄榄盒雕 牙雕 木雕等技法融为一体 将海派薄异雕与水墨血液 刀法等技法并用 赋予了琥珀新的艺术生命 他所雕刻的文人雅籍 陆语品名图 牵手观音等作品 被中国国家博物馆 中国工艺美术馆收藏 2016年 妙音佛母 获得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金奖 今天他来到一锤定音的舞台 将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大奖呢 我们请郑先生介绍一下 今天的大奖 请 这件作品呢 我是在传统的 琥珀雕刻的基础上 采用了浮雕的雕刻手法 充分地利用 琥珀本身特有的 这个流淌纹理和光色的变化 整体呈现的艺术效果 还是比较理想的 说得很客气 这件作品 您一共用了多长时间 才完成的呢 这件作品 从设计到制作 基本上在一个月左右 一个月的时间 对 凝聚了您一个月的心血 做成的这件作品 是今天最终的大奖 谢谢您 谢谢 好 接下来 我们来认识一下 今天的六位夺宝人 请各位依次自我介绍 从一号开始 请 大家好 我是来自北京的圆圆 我的夺宝的宣言是 市井收藏品人生 央视夺宝论英雄 来吧您呢 大家好 我是梁燕 来自北京 我今天的夺宝宣言是 用心学习 欢乐夺宝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的名字叫贺雨雷 来自山西 我的夺宝宣言是 进争中学习 学习中成长 大家好 我是来自北京的杨玉辉 一锤定音我喜欢 狭路相逢勇者胜 大家好 我是来自北京的张春阳 我的夺宝试言是 收藏古玩艺术 体现人生价值 我叫李亚光 来自北京外科医生 好 欢迎我们今天的 六位夺宝人 祝你们今天玩得开心 提醒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 如果您想成为线上的夺宝人 非常简单 拿出手机 打开微信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添加一锤定音官方公众号 在公众号中按照提示 进行答题也好 各种跟我们现场同步 就有机会来到现场 成为我们的夺宝人 获得最终的大奖 今天我们用来计分的是 一枚古代钱币 真的很古老 到战国了 请看短片 战国尖足部 因足部成尖状而得名 有大小两种 大型尖足部属一斤部 通常八厘米左右 重约十一克 目前已发现九种 小型尖足部属半斤部 通常五厘米左右 重约六点五克 目前已发现五十多种 常见品种 目前市场价格 一千元至三千元 今天用来计分的是 战国监足部 我国的钱币文化 远远流长 你看我们节目 这么长时间了 我们都没出现过 重样的钱币 今天最终 只有一位通过艰苦的角逐 获得本场的胜利 祝各位好运 马上进入今天 第一组两件宝物 请看短片 本件作品 保主认为 这是冯冠富先生的 书法利轴 冯冠富 祖籍四川广汉 此件作品 为他所作行书 诗中的意态豪情 与冯冠富先生的 书法契约相得一张 颇具深惨 因此保主认为 这是一件难得的 书法作品 因此报价十五万人 本件作品 保主认为 这是一件 普如先生的手闸 普如是学者型书画家 他的书法 绘画都格调高雅 本件藏品 就是他的行书作品 笔法锦言 面貌伶俐 为普心于书法之雅品 保主认为 他的铅笔墨宝 颇为难得 因此保主保价三万元 本轮登场的两件藏品 都是书法作品 到底哪件是真的呢 第一组是书画 有一件的是艳笔 在各位做出判断之前 我们首先有请金运昌先生 介绍一下两位的生平 金老师请 普如 就是如雷贯耳的普心鱼 是 晚清公亲王的孙子 那么在民国时期 他是北方最大的书画家之一 这个会画画 山水 人物 花鸟都行 但是呢 公允的评价说 他的书法实际上是最高的 冯冠富先生呢 大家可能比较生疏 对 这是一位四川书画家 很杰出的山水画家 连张大千都说 说冠富的这个烟云轰染 比我还强 那么呢 他的书法也很高妙 因为文人嘛 文人画家 首先都要会写字 从书法里边体会画法 都是这样的 这两位都是大画家 所以也都是大书家 好 谢谢金老师的介绍 谢谢 一号怎么看 因为我玩瓷器嘛 我的师父跟我说过 说你把瓷器的新老看明白 这个任何东西就通了 那个左边的那个小屏 我个人认为 那就不上个书法 一号刚才说了这个观点 杨锦荣先生您同意吗 只要把瓷器的老教看明白 其他东西全通了 这人没那么灵的 那除非成精了 是吧 那杨老师您一人来就行了 是吧 一号认为这个冯冠富 这是真迹 是吧 二号 刚才听了金老师介绍 蒲先生的这个 作为公王孙 他都写歪了 这行列还不太整齐 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在古代的这个 尤其是虽然是晚清啊 但是我觉得他们应该是 会受严苛的这种训练的 他们字写的真的挺好的 那可能着急呢 是吧 再着急他也有 也不能这样 我认为这个信杂还是不错的 哪不错 纸张啊 包括这个用笔啊 都比较流畅 那刚才有人说 他那个写歪了 你同意吗 我认为这个信杂 写的还是不错 因为收藏这个东西嘛 就是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的 正者见正 歪者见歪 是吧 对 他说对 他说对 来三号说一下你的观点 主持人好 你好 我的那个本行呢 他就是有专门去学这个装表 所以说呢 我刚刚着重地看了一下 装表 咱们这个蓝号台子上的 这一件宝物呢 还是比较讲究的 首先肯定是手工表 不是机表 而且呢 它上面包括它那些水字啊 那些的留下的痕迹 还是比较的自然的 他们嘴上是这么说啊 各位啊 尤其第一次来的 多宝人 我提醒你们啊 你听那个人嘴上 说我认为这个是对的 然后说的特有道理 他一会儿他未必选这个 这都是话术 记住了 好 说了这么半天 接下来要做出 今天第一个选择 看看谁能得到这一分 各位 如果认为 普如首帐 是真迹 选一 如果认为 民国冯冠复行书轴 是真迹 选二 请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看 第一组 六位夺宝人的选择 请看 我说什么来着 我说什么来着 年纪轻轻的 说瞎话就会不眨巴眼了 三号说就是你 很厉害啊 刚才说的一套一套的 来 三号你解释一下 富贵险中求 一个大二的学生 告诉我 富贵险中求 然后这是一点 但另一点更重要的呢 还是说 真的是 他这个做工 看似非常旧的一些书画 未必他就是 未必他就是老的 因为他 你这么想 做假的人 也会这么去想 好了 接下来我代表 本栏目专家 金运昌先生宣布 第一组 两件书法作品之中 描述正确的 是 是 民国冯冠富行书轴 一号二号各家一天 所以一号刚才说呀 这个杨老师 他这个话 其实你可以听一听 杨老师以后 可以搞书画鉴定 我看词器 现在也很好 来 金老师 您给我们讲一讲 这普如 这怎么回事 这个是现在 书画作为的 一个新动向 就是书信作为 书信作为呢 过去很少 因为书信不太值钱 大家不当个事 但是呢 现在就有人 钻这个空子来做 因为现在的工具 比以前好多了 什么工具呢 很简单 就是那个 拷贝台 这个呢 就是一个 真信的模本 但是跟 普如先生比起来 当然 他的比例不足 他的行笔 有点烂 有点慢 这是他的硬伤 这是他的硬伤 但是呢 他这个人很狡猾 为了弥补 他这个硬伤 为了吸引你的眼球 他又有一招 什么呢 他换上款 这个上款啊 刚才大家 还没有人谈到 这个上款 很了不起 霞安先生 霞安是 叶公措的号 大家知道 叶公措 是民国时期的 交通部长 财政部长 铁道部长 是一个大人物 而且是文化界的 一个领军人物 也是个大文人 也是个大文人 那么一看 普新于下款 上边上款 是写给叶公措的 这个信的意义 就非同一般 其实呢 你如果读一读 他的文章 其实根本不是 写给叶公措的 他说什么事呢 他说呀 中华书局 上海的中华书局 印了几种彩色信件 很好看 我就寄钱 去订购了几种 可是呢 没有得到他们答复 也没给我发货 说这是怎么回事呢 请你去帮我打听一下 您想这 是打听得着吗 这就是这个普新于 会办这么无理的事吗 让一个大部长 去给你打听 这个信封 为什么还没发 这个信件 为什么还没发货呀 对 但是人家 又不是管邮政的 对 人家也不管 不管这事 又不是快递 对吧 他绝不会这么无理 对 所以这个一定是 写给小人物的便条 加上了一个 大人物的上款 用这个来吸引你的眼球 使你转移注意力 把他那个书法的短处 给忽略了 其实要是读一读 这个内容就是破绽 就是破绽 谢谢金允昌先生 谢谢 冯冠复行书轴 我们看一下这个品相 到底他经历了什么 我们来认识一下宝主 有请宝主武圣强 上场 欢迎 好 我身边的是 武圣强先生 武先生您好 你好 武先生来自 福兰长沙 福兰长沙 是吧 这是您什么时候的收藏 我是1997年 在成都 一个大直视小拍摄 我想拍的 97年花了多少钱 8500 8500 对对对 那其实不便宜 是吧 那也是不是 我喜欢吧 拿回家之后 就是这个样子吗 那当时拍了好一点 但是我回就没经历房来看嘛 因为我自己 有时候也拿来 想听字嘛 现在看一看 没事拿出来 听试一下 心情烦的时候 他开始说话 很舒适 拎摸一下 对 22年了 现在值多少钱 20万嘛 20万 好 宝主啊 认为他20万差不多 特别同意 20万的有没有 举个手 3号 说一下你的观点 在97年 到咱们现在的 一个物价的 正常的一个艺术品投资来说 20万是 很轻松可以能达到的 我感觉 4号 你觉得值多少钱 我觉得 值25万 你看我 这就得问 一问 这样就上去了 为什么 因为 这个 现在人们的 生活水平 普遍提高 大家都有钱 对文化 艺术品的这种 收藏的观念 在转变 所以呢 这些东西呢 都是老物件 所以呢 我认为 它值25万 就说 您是听到的 有人出20万的情况下 您认为 我就多出一点怎么了 是的 好 谢谢 我是 我不同意刚才那个 4号这个多国宝人的说法 现在生活水平是提高了 但是买艺术品 与生活水平 与你有多少钱 是没有关系的 如果我要买这幅字的话 我充其量给8万 因为它的品项太差了 好 在你们出嫁之前 我们请郑先生 给大家一点参考提示 郑先生 如果 这卖给您 您愿意 最多出多少钱 我最多愿意出 10万 因为我感觉 这件作品啊 就是不是作者的精品力作 好 你们爱听不听啊 请六位出嫁 请 好 我们看一下市场 好吧 也可能大吃一惊 来 我们看一下六位的出嫁 来 请看 就有一个说大话 石小琴的 这个人叫杨玉辉 来 4号解释一下 你刚才不说25万吗 后来我考虑了一下 他这个品项实在太大 这什么理由 早就看见品项差了 是吧 好 那么到底谁出嫁最接近我们的标准答案 接下来我们就来揭晓我们一块吧 来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本栏目合作的两家拍卖公司和一家古安城 对民国冯冠富行书轴给出的市场估价是 5万元 最接近的是张春阳和圆圆两位 两位各加一分 恭喜 好 这样的一个价格 第一 金老师您认可吗 第二 您觉得这个价格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 冯冠富先生 不是没有名 不是没有份 他的名跟份在哪 在四川 这就叫做地方性名头 他的画代表四川老画家挂在人大会堂四川厅里 这就已经是无上荣光了 但是他的全国知名度还是差一点 所以拍卖行给他估5万 这个在北京的市场上来说 应该是合理的 可能到四川还会高一些 当年他在四川买的 大家当然知道 当年他在四川买的8000多块钱 如果在北京绝对卖不了 97年绝对卖不了8000多 这是因为他已经在四川买 谢谢金老师 在国内书画拍卖市场上 大师级的画家作品 早已成为投资者竞相争夺的对象 但要知道 这些大名将按照目前的价格行情来看 基本上都在4万至5万元一平方只 动辄几百万元几千万元 对普通投资者来说 收藏比较困难 那么相对而言 一些低价位的书画作品 值得收藏投资吗 出色书画拍卖市场的收藏者 应该先关注一些 小名头画家的作品 专家认为 小名头画家 尽管名气比不上大画家 但是其艺术质量 不一定就差一截 尤其晚清民国时期 一些传统地方名家 其作品构图严谨 用笔讲究 有很深厚的书画功力 而这些书画家 其画家和名家相比 则有很大的差距 其实这样的作品 同样具有潜在的价值 但是一般而言 小名头画家 在自己的故里或周围地域 影响较大些 对投资者而言 在选择这些画作的时候 要考虑画作本身的艺术特性 尽量避免受地域环境因素干扰 好 那么第一轮的真伟和辨别价值 两道题目之后 目前有三位还没有得分 三号 四号和六号 接下来你们的机会来了 进入这一轮的抢答题 请听题 冯官傅先生祖籍四川 他的墨宝在四川 重庆等地广为流传 其中有一著名景点的匾额 就是出自他的笔下 就那个景点 那个名字是他提的 这处景点是哪里呢 成都武侯祠 重庆朝天门 将有李白纪念馆 梅山三苏祠 开始 三号 我选A 成都嘛 四川的 他起码我感觉 成都武侯祠 正确答案是 重庆朝天门 三号 扣一分 哎呀 你没有分扣 怎么办 你现在欠我们一分 请回头 你背后是一个奢字 这个题太难猜了 这要没去过真不知道 这没去过真不知道 不过武侯祠是不可能的 因为我们都见过武侯祠的照片 不是他提的 那字一看就不出 那得大人 全国性的大名家 好像是郭沫若吧 哦 对对对 好 三号今天喜扣一分 现在他是垫底 垫底 来 下一题 请听题 好 刚才已经说到过了 冯冠复在国画领域 都有专长曾为 人民大会堂作画 幽艳金秋图 天蓬丹景图 映日荷花别样红 迎客松 我说开始之后 可以按抢答器 第一次来的朋友 可以把手放在抢答器上 我说开始之后就可以按了 预备 开始 没人敢抢 为什么呀 说 其实这个还是能推理的 能推理的 大家可以想想 这个还是能 能逻辑推理的 来 我再说一遍 其实你不知道 这能推理 能推出来 开始 好 来 三号 我选D 我觉得人民大会堂 作为一个 应该是迎客松 就是欢迎广大的 全国全世界来的宾客 我觉得有可能 你选的是D 正确答案是 天鹏单景图 三号再扣一分 现在双射 我们请进来 先跟我们讲一讲 如何在不知道的情况下 通过推理 排出一个正确答案 对 因为他是地方画家 他给人民大会堂画画 肯定要表现地方特色 对吧 这是我们推理的前提 那么第一个 幽烟京秋 这是哪 北京 映日荷花别样红 这是哪 杭州西湖 迎客松 安徽黄山 那么就剩一个了 天鹏单景 这肯定是四川的景色 天府之国 就算你没有去过 也可以通过这个 审题 看出问题来 第一轮就这么结束了 接下来 今天第二组两件宝物 请看短片 本件作品 宝主认为 这是一件清淡红木雕花 小作品 作品以红木为框 长方形 边框底部 陋刻缠之连纹为式 简洁舒朗 平心以瓷板画 镶嵌于屏风之上 既突出瓷板画图案之精美 又彰显屏风滑贵之气质 宝主认为 这是过去文人书房 摆设之佳品 保存至今颇为难得 因此报价50万元 本件作品 宝主认为是一件 清淡黄花梨笔筒 气物表面光速无纹 通体有黄花梨特有的自然纹理 黄花梨生长十分缓慢 因此黄花梨木制作皮筒要求甚高 宝主认为该皮筒形制为清早期风格 表面皮壳浑厚品相完美 具有较高的收藏价值 因此报价三十万元 本轮登场的两件产品都是清淡木雕作品 到底哪一件是真的呢 欢迎各位回到一锤定音 第二组的两件宝物分别号称 清淡红木雕花小作品 和清淡黄花梨笔筒 有请二位保主上场 我们欢迎郭向红 姚凯英 欢迎二位保主 郭向红先生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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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先生来自 我来自浙江 浙江 对 浙江什么地方呢 东阳 东阳 这是木雕之乡 对对对 所以这个是东阳当地出的东西吗 不是 这是我在苏州文庙买的 去苏州买的 对对对 哪年的事 十年前吧 十年前 这是一个木 红木雕花的小作品 对 小作品 中间是一个瓷片 我就当时喜欢就买下来了 看着很舒服 对对对 花了多少钱 七千块钱吧 升值了吧 所以今天拿上来 让专家们给我看看吧 看看升值没升值 对对升值没升值 万一贬值了怎么办 贬值了 因为我自己喜欢嘛 无所谓了 无所谓 这无所谓 你值多少钱 跟我喜欢已经没关系了 这是我自己的 对对对 好 谢谢 姚海英小姐 您好 您好 您来自 我是河北人 这个是祖传的呀 还是买的呀 这是家传的 当时其实也没当宝贝 就在桌子上 一直就这么丢着 大户人家 没有了 当时这个东西 肯定就是因为它很方便 放在桌子上放点东西 很方便 一般放什么呢 拿它 偶尔会插几支毛笔 然后平常也不太当笔腿用 就是什么方便放什么了 钥匙啊 是吧 没吃完的饼干啊 是吧 那您知道它是黄花梨笔筒了 您觉得它值多少钱呢 20来万呢 本来想说十万 后来一看我这状态 二十来万吧 二十来万 来我们听一下大家的看法 我认为笔筒队 笔筒队 是家传过来的 而且呢 不当回事 反而是个好东西 就是说我家里有什么东西 我一直在用 我也没当回事 突然来一个朋友说 哇 这是好东西 那就说明是好东西 是的 这倒有道理 我认为的话 应该是那个左边的 红色台子的这个 应该是真品 因为它我刚刚有留意到 有边框上面 有那种黑漆 像漆一样的 油污渍一样的那种 痕迹还是比较的 黑漆像污渍一样 就是自然的 陀螺应该以前有漆 还是 就是他自己拿黑东西补过 有一点 感觉有一点 三号这话 反正大家也就这么一听吧 是吧 从前面也看得出来 但是他前面这么说 都把自己给害了 反正最后 是吧 如果这个红色台子 那个插屏 要没有那个磁板 我还真说不清楚了 就冲那个磁板 我就给它毙掉了 因为它的这个彩头 包括它人物刻画 包括整体风格 都不符合清代 晚期时期的特征 这磁板有毛病 对 好 都说完了 接下来请各位做出选择 如果认为 清代红木雕花小作品 是对的 选一 如果认为 清代黄花梨笔筒 是对的 选二 请 好 我们来看一看 六位这一轮的选择 请看 笔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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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评笔筒 只有五号 一个人没有选笔筒 刚才还有谁 跟你一样也说 这差评对的 还有谁来着 三号 来 三号 因为听了一号讲的之后 因为他看瓷器 明清瓷器比较在行 所以我觉得 信他 刚刚认识的 你就信他了 我感觉他比较实在的 我能信他 所以你就跟他选了 是吧 是 好的 接下来我代表 本栏目专家 关毅先生宣布 这组两件宝物之中 描述正确的其实是 清代 黄花梨笔筒 一号 二号 三号 四号 六号 各家一分 清代红木雕花 小作品 这个说法不正确 我们请关先生 来给我们讲一讲 为什么不能这么说 鉴定文丸有一个重要的依据 就是我们看一件东西 是上下左右内外看 大家光看 大家光看了上半部 上半部的确这个框是老的 但是大家仔细看一看它的基座 我们会发现 它的包浆 色彩 还有风格 跟上面的差评略有出入 也就是我们看一件东西 不能光看上面 有时候往往一个上面的假象 就会迷惑你对整个器物的认知 所以你把那个底座看一下 你就知道 底座是一个厚法的 是一个完全的一个 全新的一个复制品 好 谢谢专家老师 谢谢 那要照这么说 这还真是一个清代黄花梨大笔筒 是吧 谢谢 谢谢 哎呀 你要真说黄花梨 这么大一个笔筒 那真的是值点钱的 您刚才说值多少钱 二十多万 二十几啊 二十五吧 他那我先敲了再说 是吧 因为我以我个人的认知来说 我觉得不贵 当然这是我个人看法 一号你觉得二十五万怎么样 我比较认可吃饱人这个价格 二十五万可以 我觉得怎么也 至少至少在十五万以上吧 好 四号你觉得多少钱 我觉得二十八万 我认为这个东西 如果是海南黄花梨的话 所以说我刚才给看错了 但是我认为这个料子呢 这么大 所以说我认为这个东西 在二十万是可以的 好 请各位出价 来 我们来看一看六位 本轮的出价 请看 十八万 十五万 三十万 二十八万 二十万 二十五万五千八 接下来我们看看 本栏目合作的两家拍卖公司 和一家股完成 对 清代黄花梨笔筒 给出的市场估价是 真就是二十五万元 李大夫就差五千八 六号加一分 恭喜 这是专业机构给的一个估价 25万元 关先生 您觉得这个价格符合您的判断吗 我觉得给的这个价格还是很保守的 因为这个笔筒呢 一是大开门 二一个足够大 实际上严格讲呢 我们都不管它叫笔筒 应该叫笔海 或者呢 又叫神木筒 因为黄花梨 大家知道 成材区呢 要六百年 八百年以上 木材才可以由树皮 转化成这种红芯 我们叫格 那么经过这么漫长的时间 才能变成一棵完整的树 那么把它锯下来 做成一个文人用的笔筒 还做笔筒 这是一个很难得的事情 它融合了很多文人的思想 和情趣在里面 因为我们知道文房里的东西 写写画画 那么笔呢 是要给它一个很好的去处的 所以呢 笔筒这个东西呢 很雅气 尤其是这种特殊的这种材料 展现了一种 明代的这种素雅素工之美 好 谢谢 25万 刚才关先生也说了 很保守这个价格 空间还很不错 非常感谢姚海英女士 您这拿回去还丢桌子上吗 不了 我回去给他做个皮肤护理 回去还给他做个按摩什么的 是不是 不要折腾 就这么干干净净的就挺好 这样的大笔筒 我们也建一个少一个了 感谢您来到我们的节目 谢谢 好的 谢谢 好 再见 笔筒作为文房用具之一 在拍卖市场上表现一直很出色 从历年拍卖记录来看 过百万的笔筒就有四五件之多 而在这些竹木笔筒中 黄花梨所制笔筒尤为珍贵 黄花梨生长十分缓慢 虽今百年仍粗不营卧 黄花梨木制作笔筒要求甚高 通常见到的黄花梨笔筒 需生长数百年的黄花梨新材 方能做成笔筒取材黄花梨 因此一般市场中出现的黄花梨材质的笔筒 价格都不菲 来 接下来又到了抢答题的时间 请听题 笔筒是文房用具 笔筒的材质多样 都以竹木为主 那么瓷笔筒出现在什么时期呢 唐代 宋代 元代 明代 开始 一号 是D 明代 明代才有瓷笔筒 对 之前没有用瓷器烧笔筒的 对 来 正确答案是 宋代 一号扣一分 一号要扣一分了 这个 这个杨老师 流行是在明代 然后这个宋元时候就有 不多 好 接下来下一题 请听题 哎呦 这个题简直是宋大礼啊 是不是 海南黄花礼的学名叫什么 开始 一号 B 酱香黄潭 你确定是B酱香黄潭 确定 确定 那么胶纸黄潭是什么 那不太清楚 正确答案是 酱香黄潭 一号用这种独特的方法 让你们都得不着分 这个我们 酱香黄潭是海黄 这个应该是一个常识了 那么其他三样 它代表的又是什么木材呢 我们平常俗称的老挝大红酸汁 就是酱酱黄潭 那么奥氏黄潭呢 就是我们俗称的缅甸出产的白酸汁 俗称 它的学名叫奥氏黄潭 而威奥黄潭呢 是产自南美 这两年新晋的南美的红酸汁 叫威奥黄潭 都是红酸汁木里的一种 好 谢谢各位老师 建国此起有何说法 学历很高的人 在那儿画的 三国时期的石碑专家 怎么平胖 这个碑很好 早期的这个传书的 代表碑课之一 大奖究竟花落谁家 一垂定音 精彩人将继续 好 经过一号一番折腾 大家的分数没有任何变化 接下来是今天第三组 两件宝物 请看短片 本件作品宝主认为 这是一件建国初期 景德镇艺术瓷场所作的 粉彩杯 本品气形俊美 胎幼精良 整幅化以墨谷计划汇酒 肤色娇嫩 比翼灵动 对文字落款 为叶震家 是建国初期著名陶瓷美术家 宝主认为 此杯是一件难得的 建国初期著名瓷场的 粉彩瓷器精品 因此宝主报价三万元 本件作品宝主认为 是一件清光绪清幼印花瓶 此瓶为光绪仿观幼之上品 幼之精美 风腻银润 整气照实清幼 色成粉青 质感晶莹 气身右面刻瘦字 周边是以回文原文等图案 刻功娴熟 刀法流畅 宝主认为此瓶保存之间颇为难得 因此宝主报价二十万元 本轮登场的两件藏品都是瓷器 一件当代粉彩瓷碑 一件清代清幼印花瓶 到底哪件是真的呢 这一组的两件宝物分别号称清光绪清幼印花瓶 和建国初期叶震佳 粉彩慈碑 有一件描述不符合事实 左边的是一眼开门的 光绪仿乾隆的 一个斗清幼的东西 这是大开门的 二号你觉得呢 我觉得这个建国初期的这件 景泽震瓷器 感觉还是挺好的 我就觉得还是建国初期的这个 来 三号 我认为左面的这一件 斗清幼的光绪仿乾窑的 这件器物 它的这个胎的温度 感觉有点高 感觉它整体烧制的温度有点高 这都能看出来 能行 能行 如果拿手指去敲击的话 声音的音法 跟那个老的音法是不一样的 虽然我没有敲过 这也得让你敲啊 是吧 保主不干 是吧 所以你认为它是对的吗 错的 是错的 是现代的是吧 是现代的 现代 煤气窑烧的是吧 是的 六号呢 蓝台在上那个茶杯 我就看它一远一近两只鸟 远处那只鸟 那个结构好像不太对 那个姿势 就是离我们远一点的那个鸟 那个脚和那个左翅膀 你看那个有点那个啥 像喝多了 对不对 反正不太那个啥 好 请各位做出这一轮的选择 如果认为 清光绪 清幼 印花瓶是对的 选一 如果认为建国初期 叶震家粉彩慈碑是对的 选二 请 我们来看六位的选择 由一号 四号 六号选的是平 二号 三号 五号选的是背 接下来我代表本栏目专家 杨静荣先生宣布 这一组两件宝物之中 描述正确的是 是 是 清光绪 清幼 印花瓶 一号 四号 六号 各加一分 恭喜你们 为什么那一件不是一个描述所说的 建国初期叶震家粉彩慈碑 它有什么毛病 杨老师 什么原因呢 你像这种惨慧吧 全是受过一定正规美术教育的 学历很高的人在那画的 而且那字写得也非常好 但是你要仔细对照一下 原来的那个 就是工艺大师的那个 它的笔体什么样 那字体跟它不一样 当然这件的仿得相当不错 像这样的仿品 在景泽镇 你要想买一件也挺贵的 刚才六号提了一个观点 我看着也有点奇怪 是那鸟的脚 它这个姿态 它是画在这个杯子上面 可能有点变形 你要仔细看 这个画工还是不错 好 谢谢杨老师 没想到 清光绪 清幼印花瓶是对的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请这件宝物的宝主上场 我们欢迎董少宇先生 欢迎 董先生 您好 主持人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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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您什么时候的收藏 这是家里传的 家传的 家传从光绪也传到现在 也就是这样吧 怎么扛过那中间的 几场浩劫的 藏下来 藏品 藏哪了 忘了 主要是忘了 今天能值多少钱 值16万吧 这个价钱怎么来的 我自己估的 价钱就是你自己想的 是不是 我们来问一下大家的看法 一号您觉得16万行吗 不行 我觉得三万块钱 我认为这个东西的气形 右色 如果没有毛病的话 我可以给到五万 六万 四号说六万 还加点吗 五号 不加了 不加了 郑先生 您觉得多少钱 三万块钱吧 好 请各位出价 好 我们来看一下六位的出价 请看 就四号给的高 给了六万 最低的是三号给两万六千元 接下来我们看看 本篮目合作的两家拍卖公司 和一家古安城 对 清光绪清幼印花瓶 给出的市场估价是 两万五千元 贺雨雷就差一千元 把他那奢顿抹了吧 对了 好了 恭喜三号喜提零分 这个价格 杨继续现在好像不是很满意的样子 杨老师您是不是不同意这个价格 不不 我觉得这价格 应当还是很合理的 很合理原因在哪 就是第一 它是迷药 如果要是官药 这件东西绝不值这价格 别有一个尤列 这是要减分的 所以这个应当是 在古安城里边 应当能成交的价格 董先生可能有点失望 离您想象这个价格 还得几年估计 欢迎您常来 好 谢谢 谢谢 再见 再见 还没有一个人被淘汰 另外还有两道抢答题 请听听 印花寿字文这种图案在词级上流行 是从什么时期开始呢 宋代 元代 明代 清代 开始 一号 宋代 是从宋代开始 正确答案是 明代 一号扣一分 它不是什么都是宋代 是吧 虽然刚才前面那个题是宋代 这个题它就是明代 明代开始流行在词级上印寿字文 好 下一题请听题 陶瓷印花 最早出现在什么上边 我估计这题一号又要抢 其他各位 你们是等着一号出错呢 还是自己争取一下 你们看着办 A 白词 B 青词 C 黑词 开始 二号 A 白词 白词 正确答案是 亲自 二号扣一分 场上的形势发生了巨变 目前一号跟六号并列第一 四号还第二 根据我们的规则 现在我们所有的题目都已经问完了 所以现在只需要决出 谁是第一 请一号和六号听题 这个题简直是 三国无善国山碑立于疑星 请问 国山 这是一座山的名字 本来叫什么呢 一号跟六号 开始 一号 由谁来回答 你答还是他答 我们可以选的 他答吧 他答是吧 来 六号请回答 我选A 黎沫山 黎沫山 你去过吗 没有 去那进修过 没有 去那做过手术 也没有 正确答案是 就是黎沫山 六号加一分 这道题哪位专家老师 跟我们讲讲啊 哪位 就是这么回事 就有这么回事 对 有这么一个国山 是吧 国山 这山就叫国山 就是国山 国山 也叫黎沫山 就在宜兴境内 是吧 宜兴境内 是属于三国无国的领土 好了 那么今天的最终排名 已经出来了 排名第一的是六号 排名第二的是一号 四号居然排名第三 恭喜三位 进入今天的最终环节 本件藏品是一本 清探三国无善国山碑册 此碑是三国无传书碑课 又称风善国山碑 碑文记载了吴国德 祥瑞 风善于国山之事 善国山碑 为三国时期重要碑客之意 自宋以来多箭注入 其数纯骨绣帽 体式雄箭 从今天古文字学的角度看 碑帖展现了当时书法中的一些具体细节 是我们研究古代书家的第一手材料 而碑帖在拍卖场上颇首欢迎 一些精品作品普遍在百万元以上 那么今天出现在一锤定音舞台中的这件碑帖作品 拍卖公司究竟会给出什么样的股价呢 欢迎各位回到雨水定音 今天的最终环节 我们给大家拿来的这件宝物是 青踏三国无善国山碑册 刚才我们为什么问那么一道题呢 就是让大家预先有个准备 我们要见到这个是这样的一件藏品 我们应该如何去评估它的价值和价格呢 我们还是先请金允昌先生 给我们简单地普及一下知识 金老师 这是一块古碑的踏本 简表成的册子 这块古碑叫做扇国山碑 刚才我们通过答题已经知道了 国山是现在江苏宜兴兴的一个山 在三国时期它处于吴国的境内 这个碑很好 早期的这个传书的代表碑课之一 这个碑现在还在江苏一星 但是呢已经斑驳不堪了 风化很严重 因为呢 乾隆时期提倡金石学 金石学大星 这个对学术来说是个好事 对碑来说可不是个好事 毁灭性 因为踏的人太多了 那么所以呢 要找碑的好踏本 必须是乾隆以上的 这个踏本就是乾隆以上的踏本 好 谢谢 谢谢金云超 谢谢 好 接下来我宣布 出价开始 李亚光 我出19万8 19万8千元是李亚光的第一次出价 是 19万8千元请听提示 这个价格 这个价格 高了 继续出价 1号 16万8 16万8千元是今天圆圆的第一次出价 这个价格请听提示 高了 好 李亚光 9万8千元 9万8千元这个价格请听提示 低了 所以正确答案在9万8千元到16万8千元之间 接下来10秒钟内没有人出价的话 杨玉辉必须用掉这次机会 因为只有你没有出价过 还有5秒 好 4号 11万6千元 11万6千元 比他这个多了一点 11万6千元请听提示 高了 所以正确答案在9万8千元到11万6千元之间 现在李亚光跟圆圆还都有机会 好 圆圆 10万零五百 圆圆的最终出价10万零五百元 请听提示 这个价格 低了 正确答案在10万零五百元到11万6千元之间 再给李亚光5秒 李亚光你的最终答案是 11万元整 11万元整 这个答案 没有击中正确答案 好了 我们把悬念留到最后 接下来我们看一看本栏目合作的两家著名拍买公司 和一家国文城 对 轻踏踏三国 无 善国山悲策 给出的市场估价是 十一万五千元最接近的是 四号 恭喜 恭喜四号 杨玉辉 就差一千元 就差一千元 我们请 张先生 来给我们讲一讲 您觉得这样的一个价格 它的合理性在哪里 请 我觉得它这个价格的构成可能是 十万落锤 加15%佣金 十一万五 但是这个踏本 为什么能值十万 为什么能值一般的踏本 像晚清民国的这个碑踏本 就是三五万 这个您看 还能看出字来呢 还能看出笔来呢 这就不容易 这就是乾隆踏 鉴定它的人 上面又有提拔 这是民国时期的著名卑帖收藏家 许修植先生 所以有名人提拔 有名人鉴定 是正经八百的乾隆踏本 所以它值十万 加上佣金 十一万五 然后那个四号 再加一千块钱服务费 他就赢了 好 谢谢金颖昌先生 四号第一次来 而且今天答题 答得并不怎么样 但是在最终却 抓住了行情 我们请四号上台 准备领奖 来 有请 我们有请上海高级工艺美术师 女雕传承人 曾曾帅先生 亲手颁奖 那个颁奖之前 您先说两句吧 不能这么容易地给他了 是吧 一位度假 迎满而放 乘风破烂 祝你成功 好 恭喜你 再次感谢邓大师 谢谢 好 谢谢 我们也非常感谢 今天所有为我们提供宝物的宝主 节目的最后 我们掌声感谢三位专家老师的指导 谢谢你们 谢谢 也感谢所有其他五位 你看四号嘚瑟的 我们感谢所有五位夺宝人 我们让四号请你们吃饭吧 好吧 谢谢你们的参与 谢谢 好 在这里感谢电视机前 各位朋友的观看和守候 这一盒定音 下周同一时间 不见不散 再见 财经频道 看见价值